大家好,我是SnowiCow 上次跟大家示範怎樣開這個型格的醬料包 不用弄髒雙手 我會開心很多觀眾都說很有勇氣幫到你們 同時也有觀眾提供他們自己的方法 不過觀眾就說這個方法太麻煩了 太浪費時間了 我也認同,其實我自己都是用剪刀 一剪開,就全部撕出來 之後反正都要洗碗了 就順便洗完剪刀 不過我也是那句 是觀眾說不想弄髒手 也不想弄髒剪刀的前提下 才唯有這麼麻煩 Anyway,回到今集的重點 今集主要是解答其他觀眾問的問題 同樣地也在說這個 有拉環的東西 例如罐頭 或者啤酒、汽水 Sumwafu 很多人like的那個留言就說 這個穿什麼咖啡 因為穿什麼咖啡 這種飲品的拉環是最堅強的 那個觀眾就說 開這隻穿什麼咖啡的時候 很怕弄髒指甲 因為太硬 太實了 就不想和他鬥力 那有什麼方法可以輕鬆開這個 有拉環的飲品 同時間另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沒有開罐頭 而拉環又斷了 那又怎樣開呢 可能有些朋友就說 不是吧 開這個也要示範 直接我一身就塞下去 就開到 其實我也是的 我自己都開到 大家看到嗎 我已經隨時準備好了 但是 真的有這些人的存在 之前我無意中見到 有一個超過200萬訂閱的Youtuber 他在試吃東西的時候 開罐頭 他真的開不到要給另一個人開 所以其實這個問題也挺平常的 我發現 就是原來大家都很怕這個痛楚 其實有些人又真的容易一些 可能手指壓長一點的朋友 可能比較容易弄傷的 或者曾經有弄傷的慘痛經驗 所以就很怕開這些 那通常他們的方法 當然就是給別人開 那如果沒有其他人幫忙的情況下 那可以怎樣開呢 一般來說你在外面買東西喝 都會有什麼 有飲罐的 可能有些人會呼應環保 那沒辦法 我先說不環保的方法 如果有飲罐 其實大家看到了 飲罐 通常有尖的位置 那就斜面向下 這樣放下去 大家看到 我再按下去就已經開到 對不對 那我不想開它 不然 這個 咖啡罐也是 咖啡罐那麼實 都可以開到的 即使是食物罐 一樣 夠力的 一般的飲罐都夠力 這些普通的小飲罐 夠力的 因為你這個斜面向下 它一直的力射在底 就容易開到的 我拿多罐給大家看一下就可以 這個就再實一點 看到 都是可以開到的 可能才勉強 那如果真的不行 如果沒有這些尖位 大家就自己折起 都要放下去 都是一樣可以的 你看到 都是可以開到的 既然我放下去 我手指這個位置就很容易開到 對不對 因為最主要是怕這一下而已 這一下放不下去 開不到而已 但既然你抵起了就可以開到 那我就不開下去了 好 那怕痛楚就解決了 那如果你說 那個拉環斷了 這麼不幸 那怎麼辦呢 真的有這麼不幸的情況 如果你是在街上買東西 即時開斷 那麻煩你自己 就跟店主 換一罐新的 因為就很老實說 通常都是製作做得很差的 飲品罐 才說會拉斷拉環 如果你有食物罐 反而會比較高機率會斷 為什麼呢 因為通常食物罐頭 這些封口是實很多的 那所以呢 比起飲品罐 食物的罐 是相對比較容易拉斷拉環 那所以呢 我就會用食物罐來做示範 那其實就跟 大家見到其他的影片 都是差不多 其實都是拿一些尖狀物 開了個洞 那我見到其他的影片 尖狀物開洞 就不停地拿那個 例如 匙羹一樣 在那邊刮 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其實 你一開始 把洞之後 再召起來 就應該容易一點做的 那我就在這裏做個示範 例如我拿 拿這個 因為他一開始的設計是 給你這裏開的 那這個畫是最脆弱的 那大家就可以在這裏壓下去 就可以了 拿尖狀畫 壓下去 那壓下去之後 大家呢 就 大家見到 用槓桿原理而已 反過來 撩上來 我現在假設那個拉環斷了 我現在就是這樣 然後就在這裏 就像在這裏 搖搖板一樣搖 一邊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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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的尖狀物 或者你羹 叉 頭都可以開到 這樣就開到了 大家小心點 不要刮傷 這樣子 就這樣開了 我今天要吃鮑魚了 Anyway 就是這樣 如果你說斷了拉環 就是這樣開 如果你說 噴到 噴到連咖啡也有 Oh My God 例如剛剛說 最濃烈的咖啡 用這個 飲管都可以 唉 這麼髒 我喝鬼 那這裡一開 這樣就可以了 那就不用怕 指甲放進去 有飲管就可以了 如果你說沒有飲管 我支持環保 熱愛環保 首先謝謝你支持環保 之後你可以拿一些 會員卡 學生證 一樣都是可以放進去的 都是一樣很輕鬆的 都是很輕鬆開到的 真的不好意思 應該試完卡 其實是夠力的 絕對夠力的 OK 這個硬度跟咖啡差不多 一樣夠力的 那你一踢起 踢到了 那你的手指就放到位 那你一開就對了 我免費多了管打 就是這樣 我希望這個方法幫到大家 這次的影片是這裡 如果大家還有遇到什麼其他的疑問 我之前也沒有教到 歡迎大家留言問 希望祝福所有大家看過這條影片的朋友 所有的拉環都不會斷 輕鬆鬆開了所有拉環的飲品 食品 就是這樣 祝福大家 耶穌愛你 佛祖愛你 大家都愛你 再見 有鮑魚味的咖啡